最多只能演三年啦 那再加上原本的話可能就是六年 那你們覺得六年的時間有辦法 像你覺得六年的時間有辦法還到三十五萬嗎 會覺得還OK 嗯...不知道耶 不太清楚 對啊 所以這種東西還是要做一些計畫 對啊要有計畫 那你們覺得呢 你壓力應該要... 壓力應該很輕啦 六年應該還得起齁 應該... 對好好計畫可能可以吧 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學生 特別是有背負舊學代管載過的大學生 是不是就是 他還蠻專業的一件事說要規劃 說自己以後的還款計畫 先有計畫真的是會比較好一點 對那你們會想要做投資嗎 先把錢還進在頭吧 先存錢 先存錢 好 那除了這個還款之外呢 那其實剛才提到就是那個 你的薪水不高 其實跟大環境有關係 就是近幾年就是 不是近一年來就是經濟不景氣 那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之下 你們對於這種狀況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是會擔心嗎 會 當然會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現在 一個大學生一畢業就背負三四十萬的一個債務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學四年的 大學四年的訓練 未必能夠讓我們在 未來畢業以後 得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然後 像我覺得 我自己有一個提問滿深的 其實真的 很多人畢業之後 如果 不想要面臨工作的話 又會選擇回去 學 學 那個 繼續生學 對 那我覺得說真的 社會 學門很好進啊 可是社會門真的很難踏進去 對 因為我覺得說現在 大學都是變成學店 已經沒有 真的說 訓練了四年 可是其實真的 能夠實際用在職場上的能力 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你們 覺得說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大學學了以後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用在工作當中 非常覺得 對啊 因為像 其實我們戲是 我是第一屆啦 就是 我們戲現在分成就是創作 然後我是創作組的 那真的老實說 就是 哪位 現在台灣的全職作家 似乎只有一位吧 就是真的很少 能夠就是 用這個吃飯的很少啦 上次都是 就是監裁學 真的就只能做這樣子 對啊 那你們當初在 就是 在選這個科系的時候 會想到說 就是 往後的惶惶不辭 對嘛 因為你們 當初選科系的時候 也應該是要預備說 那個 也應該同時申請就學代款 對啊 還是那時候就是 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我那時候是覺得說 至少要有興趣 我才有自信 能夠把事情念完 對啊 因為感覺就是 其實四年前跟 最近兩年前是也不太一樣啦 對啊 洗牌 大洗牌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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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這段呢 就是 先暫時停到這邊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下一段呢 再跟我們的大學生 討論說 就是他們對於 就學貸款的一些看法 包括我們下一段 要跟各位談到 就學貸款一些利息的問題 以及 這個 就學貸款到底是政府的美意呢 還是對大學生 是一種精神壓力 我們下一段再回來 早 早 早 我失業了 怎麼辦 你是放假 不是失業 整天在家 別人會不會笑我 你可以做些你想做的事 充實自己 我沒失業 不懂啦 那你說話看 我來幫你想辦法吧 我很難過 我不想講 你可以向親友開口 求助就有希望 向親友開口 求助就有希望 媽媽 會不會失業 呵呵呵呵 歡迎回到情報現場 我是主持人賴友林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 為畢業先悲債 大學生的學生貸款問題 那我們今天請到三位大學生 他們都跟我們談了 剛剛 談到說 對於就學貸款 他們的一個想法 以及畢業以後 他們可能要 開始找工作 然後會有那種找工作的壓力 跟薪水太小 可能擔心沒有辦法 把就學貸款還完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剛才其實有提到一個部分 是說 就學貸款 不是 你畢業以後 那個薪水 可能就跟生活費打拼了 那幾乎是沒有辦法存錢 那其實 講到生活費 現在就學貸款 有一個 有一個 今年 新增加一個可以申請的項目 就是生活費 我們知道就是說 就學貸款 以往它有 包括說學貸費 然後 書籍費 還有 校外住宿 校外住宿費 一個費用 然後現在就再加上 那個生活費的部分這樣子 那 你們 之前申請就學貸款 都只有申請說那個 學貸費 還是其他都有申請 其實 一開始也都會申請 就是書籍費 跟那個 校外住宿 因為校外住宿真的 租外面的房子也真的很貴 對所以我們就會申請 你們抽不到學生的宿舍 還是 我只是第一年有抽到 然後後來沒抽到 對 然後就出了 對 因為我們學校 可能人也很多 然後宿舍也比較少 比較難抽到 對 如果有抽到就真的省很多 那沒抽到就是 就是這方面 就可能會想說多少代一下 因為 一萬 一萬六 一個學期三萬 那至少有幫我 出到一半的價錢 出到一半的價錢 對可是因為他們那個 可能就是 一個過程吧 他的手續的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都要很後面 才有辦法拿到錢 然後可能一開始我們還是 還是沒辦法 就是可能要先 就是家裡先借 或什麼那類的 然後後來才 就是那個可能 就是移到下一次 跟人家簽約的時候 下一次才用到那筆錢這樣 欸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申請書籍費 或者說校外的住宿費 它不是你馬上帶就馬上給你 不是不是 書籍費也是書都買完了才下來啊 喔 那你們呢 你們有帶過 除了學渣費以外的東西嗎 我之前也是有帶書籍費 但是 就因為 就是它就是太晚給我了 就是 錢都花了就是 拿生活費去抵 所以也沒辦法 後來就乾脆都不帶了 就都不帶了 那其實我們 就有問到教育部說 發現其實 那個 生活費好像有類似的問題喔 就是我們剛才有 我們有去問到那個教育部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9月 申請就學貸款 去申請這個生活費的部分的話 我是沒有金券那個額度啦 不過你去申請的話 好像就是11月才能下來 最快也要11月 就是中間有兩個月間隔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覺得有用嗎 應該還是沒什麼用 對 要不要說一下 為什麼覺得沒什麼用 那會還是有一些錢啊 沒錯啦 可是 你像我們9月就開學了 9月開學了 但是你開學這段時間 到11月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還是要去生活 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 很多東西都要用啊 對啊 我覺得說這樣子 中間隔了兩個月其實 我覺得 完全不能解那個 藍莓知己 對 我覺得 沒有用 就是那種 其實 我像大多數學生 或者說 就我個人經驗來講 我就學貸款 或是說我去帶一些 其實什麼貸款的話 都是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是要解救急 而不是救窮 因為 有時候有一些錢 你給一些時間 還是能抽出來 可是學校的那個註冊時間 就卡在那邊 你必須要在時間之內 就是把錢給抽出來 你才能夠去弄 就跟剛才三位大學生 都有分享嘛 就是 父母如果能夠抽得到的話 還是不希望你們去帶這樣子 所以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 這個時間上面 會有些問題 這樣子 對 那你們覺得 那你們覺得說 就是 如果這個部分的話 是希望說 能夠有什麼樣的改善 會比較好 當然 如果說他願意 九月 可能九月申請 可能隔幾天 就下來的話 當然是 會對學生來說 是最好啦 對啊 那你們 你們會 還是會帶嗎 因為其實我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就算 就是 程序問題 可能我沒有辦法改變什麼東西 可是 你就是有帶的話 可是現在 多帶就表示你以後要多還啊 對 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 多帶又多還 你的 你現在帶的越多 你往後要還的 就越多 而且 你帶的越多 你往後還的利息要越多 我們現在有一個數據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 以說 私立大專院校 一個學期平均的學費 是五萬三千塊來算的話 那八個學期大概是要四十幾萬 有四十幾萬的 呃 一個就學貸款的費用 那如果 加上它的利率 你總共八年要付 將近三萬塊的一個利息 那 當然這個平均到每個月的話 一個月是要負擔三百多塊錢 那利息的部分 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會覺得 這個利息太高嗎 因為之前有人說過 現在這個 1.55的利率 比銀行一年的定存利率 跟提供給企業那種大額放款那種利率 還有高 對 那你們覺得這樣的利息比例是怎麼樣 這很不公平耶 我們怎麼會拿我們跟企業比呢 對啊 就是 其實這樣子看 就是看那個三萬塊就覺得 不是應該要給我們優惠嗎 怎麼 怎麼還這麼多 因為三萬其實說 假設說我們很 很辛苦 一個月可以存到五千塊的話 那 我們還是要存 好幾個月耶 對啊 就是光支付這個利息的部分